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肖乔云 带你关心台湾邦交危机 我国友邦宏杜拉斯将在今年11月28号进行总统大选 其中一面看长的候选人卡斯楚曾经表示 若他当选的话将会寻求与中国建交 而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要争取疫苗 因为疫情爆发以来 拉丁美洲成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过去一年多 中国也持续在拉丁美洲推动疫苗外交 拉拢地方政府跟民众 今年上半年也曾经传出我国友邦巴拉圭 因为需要大量的疫苗向中国靠拢 这次再传出宏杜拉斯与我国邦交危机 是否表示中国疫苗外交在拉丁美洲奏效呢 请看记者吴宇晨的采访报道 我国专美洲邦交国宏杜拉斯 在今年11月28即将进行总统大选 这一次一共有15名参选人 根据上个月一份民调显示 目前执政党推派出的候选人 也是首都的市长阿斯夫拉 以21%的支持率领先其他人 不过属于左派的主要反对党自由重建党 已经取得全国反对派联盟代表的表态支持 而根据路透社的分析 这可能会使得目前的执政党面临巨大的挑战 自由重建党是由宏杜拉斯前总统奇拉雅所领导 过去他在位期间曾经因为推动总统连任修宪公投 引发国内军事政变因此而下台 这次再度推派他的妻子秀玛拉卡斯楚挑战总统大卫 其中主要的政见除了处理宏杜拉斯国内的债务危机之外 也曾经说过为了取得疫苗只要一胜选就会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也意味着台湾又要出现外交危机了吗 每一次我们邦交国只要有这种内部选举的时候 这样的传闻或这样的主张事实上一直都有 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的邦交的一些变化因素 我想我们都会全面去掌握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相信反对党有时候就是为了跟执政党有所不同 经常会提出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诉求跟主张 那换句话说它是国内政治的一环 那未必会成为最后外交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 真的有机会执政党会不会成为真正的政策 我想这个还要再观察 另外认为友邦反对党是否真的会付诸实行 还要再观察 不过台湾与宏杜拉斯之间的外交危机 似乎早就可以秀出一些端宁 除了反对党喊出要建交中国 今年5月宏杜拉斯短缺疫苗 就曾经想透过和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来购买中国科兴 而且愿意以设立商务代表处来交换 今年9月我方15个邦交国当中 有13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 力挺台湾参与国际事务 除了教廷之外就是赌缺宏杜拉斯 也不免让人再度联想 是不是中国拿疫苗当筹码 抢我邦交国可能会奏效 我倒不认为就是说疫苗外交这块 所以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工具跟筹码 美国后来也是后来居上 在疫苗的提供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相信应该有一定的反式的提效的效果 中国的外交在对外的拓层上 的确实力是增加很多 所以我们的确在确保邦交场面临的压力是更大的 但是从最近很多国家的发言看法看得出来 外交的打压 这一块也是各国所关注到的重点 宏杜拉斯国内受到疫情冲击剧烈 执政党高层也出现立场摇摆的迹象 美国出手介入协调 包括派出中美事务主任会晤红国高层 千元440万计的辉瑞 也赠送150万计的莫德纳 不过现任总统伊南德兹还是曾经公开抗议 中美洲的疫苗配送受到政治的牵制是极其不公平的事 宏杜拉斯未来的外交意向如何 恐怕目前还是未见明朗 今年适逢宏杜拉斯与台湾建交80周年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 外交部已经掌握相关的资讯且密切关注 我国驻洪杜拉斯大使馆也持续跟洪国的各方人士 加强互动与沟通并提醒洪国 中国政府的承诺向来滑而不实 虽然尚无法确定洪杜拉斯是否正转向中国 不过洪国缺疫苗是事实 有专家认为或许可以和其他国家联手 例如由我国出钱协助购买疫苗 美国在疫苗上出力 借此来稳固我国与洪国的邦交 如果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